所以說你還是非常的看好 審慎樂觀 那個我再請教 我想中信金和新光金 整個合併傳言四起 那金管會以你擔任主委你有什麼看法 市場上面有關合併的案子 都是市場上面的一些的傳言 我想金管會身為金融市場的主管機關 一定會密切關注所有的動向 但是對於傳聞案例 金管會無法評論 謝謝 好 那我請教 要是金控合併對整個金融圈 到底有什麼影響 金控的整併牽涉到包括市場競爭 以及市場的安定 我想除了金管會 還有所謂的市場競爭公民會 還有市場的結合的這樣一個議題 我想它的層面非常的複雜 最後本席想要請教你一件事情 剛剛有幾位這個委員有關心到 最近在討論的這個新興病 或者是要不要跟中興病的部分 你剛剛有提到就個案的部分 你好像傾向不評論 可是就政策上您的態度怎麼樣 按照我們金控法第18條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金控整併的條文 這個本來當初在製作設計 就已經考慮到 任何一個金融機構或金融相關事業 本來就有入場退場的規定 那我們尊重市場的機制 當然我剛才講 因為金控的規模都比較大 這個還有簽到公平會的職權 這部分其實我們在還沒有收到 任何正式的文件之前 我們真的站在主管中間 就個案的部分 就法定上的部分也有它的辦法 就您個人的部分的政策的態度 我想請教你 你對金金病的部分的看法怎麼樣 金金病我們已經有成功的案例了 對 那你的態度 你推不推 我想就是應該是這樣對市場 鼓不鼓勵嘛 這個要看個案 還是看個案 你沒有政策 你只有個案 因為就等於說 我們只要對市場的競爭力 跟消費 你不覺得台灣的銀行太多嗎 其實 銀行太多 其實我們透過金控的整病 你不覺得需要整週一個亞洲級的 然後來打亞洲杯嗎 這當然是一個 一個我們可以想像的目標 但是其實上 我們有很多的條件必須滿足啦 對啊